好,大家好,大家好 港股繼續死氣沉沉 都說了幾個星期,彈不起 29,200,294,298 這些都是大的阻力 看怕現在的市場氣氛 情緒和資金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 真的有機會再試 28,600就穿了 好友就有個心理準備 淡友就看看開不開倉 炒股不炒市 市場其實就沒什麼大的主題 兩會開完之後 接著來了一個反壟斷化 新經濟股大家不太敢碰 舊經濟股炒了上去 沒那麼快 等業績出來 所以又沒什麼動力 所以見到那些錢都是過股 斟著斟著斟炒 有得炒的小米就抽到上去 有些盈利翻新的概念 譬如是國泰這些 股價就表現得好些 但這些我覺得都是 一些短線的操作為主 未必會變成一個市場的大方向 因為整個市場的大方向 主要都是靠新經濟股 做火車頭的了 這一堆股不懂得動的話 指數很難做到一個突破 A股是繼續沉的 就表現真是乏膳捉塵 A股的成交和香港一樣 都跌得很厲害 所以恒指就不是特別的看好 那些個股短炒算了 去到位就不要太貪心 先吃掉它 寧願錯失個機會 等下一次低位再買回頭 至於你說一些新經濟和舊經濟股 之前都還有些輪動的炒作 那現在都似乎都開始尾水了 所以就整體我覺得 吃著花生先 等個市真是再試多次 28,600 看看站不站穩 才再部署過了 MING PAO TORONTO